一個是詩篇103篇 我的心啊 你要稱頌耶穌法 你要稱頌耶穌法 因為祂拯救你 從死亡拯救你 讓你脫離罪惡 祂一生一切的罪惡 祂以榮耀和冠冕作為 榮耀和慈愛作為你的冠冕 你的心啊 讓我稱頌耶穌法 我已經感覺到 神要我走 第二書的聖經又讓我看到 詩篇 暫時詩篇已經講到了 把你從污泥中轉起來 拯救起來 讓你站著你的腳 你站在壇子上 我說神啊 我要去這個地方 我就不需要cancer什麼東西 我感謝神 我真的感謝神 讓我去 肉體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再準備一篇信息 去攻克幾身 教聖復活 除非我們在肉體上痛苦 今天我們在說我們能夠具備什麼 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常來服製什麼 或是神給我們這些恩賜 我們用神手給我們的恩賜來服製什麼 我覺得神更要我們做的是一樣事情 是克服我們自己肉體上的痛苦 克服我們自己肉體上的不情願 克服我們自己情感上的不願意 我們還是願意站出來說 神啊 我要服侍你 神啊 我願意走這條路 這是基督徒的 今天不是說我們擁有什麼 我們來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說 這是需要一個很大的意志來幫助 所以我就想到保佛 真的是一個非常令我欽佩的 你就可以看到 我不穿福音 我就有禍了 你說有這種人 今天如果說我們有多少人講這個話 我相信我們一定是打他的心話 我們今天說 我不傳福音 我就有更多的時間 我不傳福音 我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難怪這個 寫這個標竿名聲的 你知道 how to spell love 你知道如何拼愛這個句 love 他說 t i m e 不是 l o v e 是我們願意花多少時間在什麼事情上 就表示什麼 我們愛這個事情 真的 我前一陣子 我們家裡那個門 因為對著那個膝塞的人 那個門就開始 木頭就開始 所以我們要換一個門 哎呦 不知道多煩 那個門嘛 又不是標準的門 特高的 又那個弓形槍上面那個弓形 又有個角度 所以我們不知道找了 紅的一口找了 網上找了 找人啊找 我們光是為那個門 花了不知道多少的事情 到最後到Dixie Line 勉強地找了一個門 是可以fit 但是不是completely fit 要修改一下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那個門上 因為我們希望換一個好看一個門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會花很多時間的 就表示我們的心在那上面 今天定了神的心智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神的家需要更多的事情 所以說我現在做的事情 我幾樣要做的事情 我的閱歷啊 2017年月一來幾個 我要給神承諾的工作要做 我先把它放到 其他的東西 是繞我的這些閱歷來 而我們不會說是說 噢神啊 等到我做完這個事情 等到我去玩了以後 等到我去cruise以後 我回來有這個事情 我做這個事情 等我去運動以後 我回來有這個事情 No 定的心智 要對神來負責任的時候 是先把神放到手櫃的位置 我不是說各位弟兄姐 我自己一樣有很多的要學習 我們都在繞著自己的時間 我們繞著自己的兩段時間 第二個我們要學習的 是在第二章的十八節的講話 他說 十八節我告訴他們 他們就是以色列的百姓 耶路撒在耶路撒在耶路撒的時候 神思恩的手怎麼樣幫助 病王對我所做的話 這兩個事情 一個病是連接詞 病是表示同樣重要的一個連接詞 當然第一個放在前面 可能更加重 我就突然間就在那邊想說 今天在教會的許多的領導 許多的領袖 許多帶領fellowship的人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感覺到 我們做這個工作非常的重擔 非常的壓力很大 我們做有時候覺得真是 做來越做越沒有意思 越做越沒有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神思恩的手 怎麼幫助我的經歷 聽到我講的 神思恩的手幫助我們的經歷 是生活的經歷 當我們越經歷神的豐富的時候 他這一點讓我們看到 他那一點讓我們看到 他的私人手一直在我們身邊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你的生命就多次的豐盛 你帶著這個團體 你根本就不需要擔心 我告訴你 你隨時都有生命的流露 會吸引人到這裡來 最怕是我們的屬靈的生命 是如此的小 而且干涉 如此的貧窮的時候 人都會感覺到 我們沒有這個生命吸引他們 所以我說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秘訣 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我說今天 在一些領導的 leadership和management上面 同樣的道理 我們越有經歷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把一群人帶起來 第二個重要的是 病王對我所說的話 所以就告訴我們說 尼西尼要告訴這些人的百姓 而且告訴三巴拉 三巴拉是外邦人 告訴他們說 王對我說過什麼話 什麼意思 就是他跟王之間的親密的關係 跟人之間親密的關係 所以這也就告訴我們說 今天你要把一個團隊 把一個組織 把一個什麼分析 能夠帶得好 我跟大家講 如果我們有這兩個東西 我相信 神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就想說 感謝神 我說真的是告訴我們 非常重要 所以說 如果講到神 施恩的手 如何的幫助我們 就好像 在詩篇裡面講到說 你要尝尝主的恩之味 你就知道 祂是何等的美善 我們常常因為 沒有尝過主的味道 所以我們不知道 這是一個美善的神 我們不知道 祂是一個豐富的神 我們不知道 祂能夠幫助我們的神 我們不知道 祂能夠拯救我們的神 我們不知道 祂能夠幫我們 重新得利的神 因為我們沒經過 你怎麼能講 你講不出來的嘛 所以說就告訴我們說 千萬記得 我們要去尝尝 英文是 taste 你要taste 要尝它 and know 就知道 祂是怎樣吃 我們這個神是可以尝尝的 祂的肉是可以吃的 祂的血是可以喝的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的講法 有一個見證 我跟大家講過 但是這個見證 真的非常感動 所以我是把這個見證 常常放在我的書桌裡面 我來提醒自己 因為這個見證 真是講了一個非常好的 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心智 和我們自己常過神的恩典 我們就真的是 這是有非常大的 這個passion 那個激情 來衛生工作的機器 那我把這個見證 再唸一遍 中間已經聽過了 但是上次我講 但是這次我覺得 我唸一下 他是寫的這個見證 我常常在一二在在樓下 被這個見證感動 這是一個澳洲的 雪梨的寫命寫的見證 當我出道雪梨的時候 人地生疏 加上自己在國內 因為丈夫有了外遇 離了婚 才接受自己妹妹的邀請 到雪梨想要換個地方 重新的把破碎的心 和疲倦的人 重新恢復起來 在妹妹的家裡面 遇到一位陳小姐 是從中國上海的人 第一次見面 她就 第一次見面 陳小姐就很熱情的 要送我回家 在路上告訴我 有什麼事她可以幫助我 都可以找我 買菜 或者去機場 而且她會偶爾 時常送一些 她自己親手做的生煎包 送到家裡 但是我有一點不明白 她每次來都是 她到澳洲的先生開車子 她每次找她 就會變成都是她澳洲的先生開車子 這覺得也不太好意思 而且呢 逐漸的她就開始邀請我到教會裡去 去了幾次 總是聽不大聲 看聖經 似乎也不得門而入 似乎覺得教會裡的人 總是怪怪的 小心喔 我們這些人都怪怪的 外面的人看 我們都很怪怪的 唯有這位陳小姐 是一直在關心的 甚至我很少去教會 陳小姐 仍然不放棄 有一個冬天 陳小姐手裡拿著一個 有關於基督教的DVD的片子 很興奮的要介紹給我看 其實我對宗教一點點沒興趣 我立刻就回應她說 很抱歉我家裡沒有DVD Play 沒想到第二天 早上我九點鐘從自己的公寓出來 一眼就看到 她穿著厚厚的大襪 站在我的公寓的門前 兩吋厚的鼠地 她手裡拿著一個包包 一見到我就很高興的 說起來啦 問起來以後 我才知道她已經在我的門口 佔了三十到四十 我怪她為什麼不敲門 她說我怕你還在睡覺 立刻她就把她手中的DVD Play 交給了我 還說這是全新的 不是我家裡用貨 全新的 讓我給你把它給裝上 然後你可以看裡面的傳播影片 當時我還覺得她真的有病 我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 給一個不太熟悉的人福音的影片 而且為了她相信接受主耶穌 自己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後來因為我開始上班 我就有三個月沒有見到她 我就打了個電話給妹妹 問這麼久沒見到陳小姐 妹妹告訴我說 她在三天前已經去世了 妹妹說 其實醫生早才一年前就宣辦她的乳癌擴散 只能活兩到三個月 但是她的喜樂 敬虔的信心 給她一年半的預期 她總是說 再是一個日子不夠 要儘快地把福音穿出去 讓我想到的確多次聽過她 說我這樣的話 我還以為只是因為她有那種宗教狂 當我放下電話 我是多麼的緊握 我坐在沙發上 就大哭 我責備自己 為什麼那段時間沒有跟她聯繫 沒有能夠在她走之前 寫著她對我的照片 這週在教堂裡面有她的追思禮拜 那一天我來到了教堂 坐滿了人 一個一個的出來做見證 描述這位陳姊妹 怎麼在他們信仰生活 幫助他們 每一個都說 因她那無私的愛 把他們吸引到教會 認識了這位賜給陳小姐 無窮愛的源頭的主耶穌 也都接受了耶穌 認識了這位真的主 原來我恍然大了 每一次她先生來做車呼 是因為她自己來照顧我們的時候 送我們去菜場的時候 商場的時候 她已經患了很嚴重的癌症的默契 她除了來幫助我們 還幫助從國內來的好幾家人 在她患病的期間 她為了幫助她 要靠服用止痛藥 她才能出門 怎麼會有這種人呢 為了傳福音 不顧自己的身體的疼痛 最後我也鼓起勇氣 站起來走到台前 站在麥克風的前面 說了這樣一句話 小陳 我從你的身上 你的一舉一動 認識了耶穌 我再也不能否認 耶穌的愛是這麼過大 我要接受耶穌 讓我也成為一個有愛的人 所以 這個見證 我覺得我是常常看這個見證 我就常常鼓勵自己 就是說 你要看看 他能夠活出神的這個 這個愛的話 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讓他周邊的人 不是因為他的高研大師 不是因為他能夠 講一篇道 不是因為他能夠 帶領查經 不是因為他能夠 站出來做感人的見證 就是他因為在生活裡面 活出這個愛的時候 他就能影響 許許多多的 所以我在想說 怎麼樣經歷神私人的手 我們怎麼變成一個 我們怎麼變成一個 不是一個干涉 不是一個窮 疲乏的 不是一個窮困的基督徒 而我們有生命 從我們自己裡面 自然的流露出來 周邊的人 可以感覺到這個人 是不一樣的時候 這是今天 神要我們 真的是能夠知道 神 持恩的手 怎麼幫助 我們來看 重建的決心心 從西密集的第二章 從十七節 一直到二十節裡面 你如果去數去Circle的話 就可以看到 一共有七次的講道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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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這個教會的建立 我們也都知道福音的傳播 不可能是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或者非常有恩賜的人來做 而是一群沒有恩賜的人 都能夠聚在一起 來說我們一起來做的時候 我相信 那個的力量 要遠遠超過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來做 那這是一個今天 佛耶穌教會 需要弟兄姐妹能擺上 我們不是 說你今天每一個主日 來到這裡聚會就夠了 No 主耶穌的心智 絕對不會到此而止 主耶穌的心智 是希望 你能夠跟弟兄姐妹 從自己的 一起來服侍 一起來奉獻 一起來建造 一起來 榮耀他 這是 神的心智 這是神的心智 所以說我說 今天 我們要能夠 把這個教會 能夠建立起來 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問一個話 我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跟我們中間的肢體 有多少的聯繫 是我們 我們這兩個人 所以保羅說 我覺得 查菲利比書的第二章 裡面第一章 我就講 他說 我為你們感謝神 因為從頭一天 到如今 你們都同心合一的 興旺福音 Oh What a church 怎麼樣的教會 能夠這樣 就是說 從頭一天到今天 每一天都能夠 同心合一的 能夠來興旺福音 一定是清清楚楚 大家都願意 來到 甘心累的 來到什麼面前 來做這個事情 還有當你有心智的時候 我個人的經歷 你可以改變許多的事情 最近改變 我自己也一樣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在 Physical therapy 我覺得沒什麼用 我在做針灸 他做針灸 你知道針灸掙上去 用他做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 他才回來把針拿掉 我坐在那邊好無聊 都是針 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他躺那個枕頭 不是一個U型的嗎 中間一個空 對不對 那我就跟那個醫生講 我說可不可以把聖經救一下 我就放在那個下面 我頭一下去的時候 一看正好 那個空間 我可以看整個一頁的聖經 我突然間發現 針灸也可以找到青草地 西水旁 所以我說今天 這就是我給你看看 那看起來空間很小 但頭一放下去的時候 可以看到整個的聖經 所以我十六分鐘 十七分鐘 我都可以看聖經的時候 我說這個針灸實在是太舒服了 希望肉體能得到醫治 靈裡面也能夠得到維氧 所以當我們有神的心智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神會改變我們周圍許多的事情 讓我們突然間發現 這些都是我們能夠跟神 聯合在一起 接近神 聽神聲音的地方 所以我非常感謝 第四 也是最後一個 走出舒適圈 我個人覺得 在教會月服侍久 我發現 舒適圈是非常可怕的東西 你有沒有聽過有人講說 我在這個教會服侍 我教主流學 教了三十年 馬一格的意思 只教主流學 能教三十年 也許我們已經進到 舒適圈裡去了 所有的資料材料都以後 該講什麼都講什麼都 我記得我在高中的時候 念化學 我們有一個老師在建宗 有一個老師是 居裡夫人的學生 那他話學一定沒話學 居裡夫人嗎 你知道他上課 每天都是背 在中 在那個 我是在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 他居裡夫人 不是建宗 他教那個同樣的東西 我們去問一下 是已經教了二十年 同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舒適圈 常常像一個gravity 像一個地心的引力 把我們吸在那個地方說 We feel comfortable 我們很舒適 We feel good 我們感覺到很好 I'm used to 我習慣這個 這就是神給我的恩賜 That's the gift God gave to me 所以我要來做這個事情 我們因為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沒有願意 載我們出去 我們自己的舒適圈 我就回想到 我記得自己在阿拉巴巴的教會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也有一百多個 我們沒有物種 我們必須要幾個長老要 主日的信息 我們要領聖餐 我們要施洗 我剛剛開始的時候 你不知道多麼困難 都不知道該做什麼事情 尤其是主日的信息 主日的信息現在還是一樣 每一次在準備主日的時候 大概要改過十幾次的信息 但是神讓我們一步一步地走出去 神讓我們知道 我們都有神的恩典 只要我們自己 被神掌管 人使用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成為他 尊貴的器人 所以千萬記得 這個舒適圈 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那你再想問 你先醒醒